台中市一中商圈有一間德州撲克牌店 日前就被查獲了是掛羊頭賣狗肉 他們名義上面是以這個禁忌協會的名稱來掩護 實際上面卻是經營著賭場 店家還找來了5名大學生當核官 5人都穿著專業的制服還搭配黑絲襪 來藉此吸引賭客 而就在7日晚間警方前往突擊 當場逮捕到了洪信負責人、核官等14人 現場還有43名的賭客 都遭到拜回送班 金髮女大生穿上絲襪 搭配一身專業套裝 在德州撲克店裡當核官吸引賭客上門 不過現在全被警察抄了 台中一中商圈這間德州撲克牌店 日前以禁忌協會名稱為掩護 實際上則是經營賭場掛羊頭賣狗肉 還找來5名年輕貌美的女大生 穿著黑絲襪、黑短裙擔任核官來吸引賭客 警方長期搜證取得證據後 近日就在賭場營業時 突襲進入搜索 一舉查獲經營職業賭場的 嫌犯14人及賭客43人 當場扣押多項證物 全案經警尋後 14名負責人員工遭送辦 賭客部分 暫於不予解送 接著您關心到的是藝人 于天以及李亞萍的女兒 怨啟在2022年因為癌症而離世 留下了一對兒女 沒想到他的丈夫陳傑 他竟然是涉嫌擔任這個 詐騙集團的車手 就在今年的4月30日的時候 收取贓款的時候 被埋伏的警方當場逮捕 而今天新北地院就宣判 沈卓他當庭給付告訴人百萬元 而且也獲得了原諒 因此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緩刑五年 據了解陳建加入的詐騙集團 透過通訊軟體散發炒股名牌等訊息 亂槍打鳥引誘網友上鉤 而陳南扮演的第一層 或是第二層的收水 負責收取車手繳回的贓款 再上繳詐騙集團轉為虛擬貨幣 來掩飾金流 一直到今年4月 由受害人給付了560元 要求獲利了結被拒絕之後 才驚訣遭到詐騙 炮報案之後 配合警方演戲 當場逮捕等候收款的陳檢 那麼檢方 依加重詐欺取材 洗錢以及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參與犯罪組織等罪嫌起訴9名嫌犯 新北地院今天宣判 陳南被判刑兩年的有期徒刑 緩刑5年 而且緩刑的期間 給付保護管束 並且提供240小時的義務勞務 接受8小時的法治教育課程 轉換焦點一起看到 百萬Youtuber Leo以及Yuma 兩個人在一起10多年 結果近期傳出婚變 疑似是男方婚內出軌 大陸女畫家 不過女畫家事後發文指控 是Yuma先出軌 另外一名日本Youtuber Tommy 對此 Tommy昨天發出長文公開調遷 除了公開自己與Yuma的約會時間軸之外 同時也在文內表示 整個事件的大流程裡 2的源頭是在我Tommy這裡 百萬Youtuber夫妻黨 Ryu和Yuma的婚變事件 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 先是Ryu和小三共同發佈曖昧貼文 再來小三反擊說是Yuma先出軌 前天Ryu則發文還原事情經過 一切的源頭小王Tommy昨天道歉了 Tommy表示Ryu文章中的男方 確實是他並詳細的寫下 與Yuma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分別是台灣、大阪以及橫濱 時間則是從去年12月中到今年1月底 不過他說從今年3月開始 兩人就已經沒有任何聯絡 而一直沒發生是因為一開始 Ryu和Yuma都沒有出來解釋 自己也不好多說什麼 他認為這是自己的重大過錯 必須接受大家的批判 至於小三女畫家的事 他並不清楚 文莫Tommy更強調 餓的源頭是在我Tommy這 我真的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造成大家的困擾並傷害這麼多人 Tommy11日發文坦言當了好友的小王 而Yuma事後也透過IG二度發聲 承認自己偷吃的事實 他說我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而這一年的時間我都感到罪惡感 並表示自己並不是一個善良的好老婆 同時她也鬆口了頻道未來的動向 Yuma透露和Ryu原本計畫在完成工作之後 再向觀眾說明兩個人的狀況 並且根據當時的情況 決定是否要公開更多的細節 Yuma表示這一年的時間 她一直承受著罪惡感 對支持她們的粉絲感到愧疚 而她也坦言曾經考慮過退出頻道 停止所有的公開活動 以作為對自己的懲罰 但是Ryu卻覺得不需要退出 能出現時出現就好 而面對婚內偷吃 Yuma誠懇道歉 並且感謝觀眾曾經對她的善意與支持 最後Yuma也對那些在真相大白之後 還是支持她的粉絲表達感謝 並表示自己會承擔批評 接受所有的後果 無論是支持者的離去或是大眾的指責 而Ryu和Yuma爆出婚內出軌 那麼消息曝光之後 不只是掀起外界的討論以及關注 還有人挖出來 其實這個小王Tommy 他曾經在影片中 因為他們三個人之前 蠻常一起拍影片的 那其實有人就挖出來 有一部影片 他們在這個居酒屋的時候 這個時候Ryu他就在寫菜單 然後Tommy就說我要吃牡蠣 那這個時候Ryu他就開玩笑說 你吃牡蠣晚上想要幹嘛 結果呢就被網友捕捉到說 這個時候他們兩個是有對勢的 而且呢 這個Yuma還表現出一副害羞的樣子 影片中 Tommy在去年7月 與Ryu還有Yuma 一起到一家為在東京的居酒屋用餐 過程中 三個人彼此有說有笑 不過就當Tommy打算點一份炸牡蠣來吃的時候 就被Ryu開玩笑的虧說 你吃那個想要幹嘛 你今天晚上想幹嘛 接著Tommy就露出尷尬的表情 表示沒幹嘛 同時頭抬起來害羞的看了一下 站在旁邊的Yuma 那麼現在呢 Lio還有Yuma傳出婚變 讓人覺得非常的可惜 再加上呢 之前百萬Youtuber重量級正式分手之後 讓很多網友呢 大探說 哎呀不敢再相信愛情了 那這個文章呢 一發出之後 下面也有很多網友們留言喔 想知道說YT界還有多少的模範夫妻 那第一個呢 大家馬上就有提到這個Youtuber 長青術 蔡阿甘和俄伯 兩個人呢還是有經營這個親子粉專 還有他們的蔡桃粿 也常常出現在鏡頭裡面 讓很多網友們都覺得說 哎 他們倆的互動是非常喜歡的 另外呢 也有人提到喔 就是老高和小默 常常呢 在這個鏡頭前面 一本正經講故事的老高 再搭配上旁邊呢 可能會拋出一些 天馬行空問題的小默 也讓大家覺得說 哎他們的互動非常的可愛 那另外呢 還有人提到就是好味小姐 他呢跟他先生一起創立的這個 這個貓咪飼料的這個頻道 也讓很多這個有養寵物的 網友們非常的喜愛 那不知道呢在你心中 有沒有誰是這個 YT界的模範夫妻 也都歡迎可以在底下 跟我們留言討論喔 好那接下來呢 要帶大家來看到 另外一個消息 那就是呢 台中市有一個知名的 廢棄卡多里樂園呢 其實呢有在關注的人就知道 就是這個樂園 其實它是廢棄樂園 但是它充滿一個靈異的色彩 它曾經呢還被網路評為 是十大廢棄樂園之一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是想要夜間探險 去裡面一探究竟 但是就在11日的凌晨2點多 有4名男子就闖進去這個卡多里樂園來探險 沒有想到呢 卻意外碰見有人誠實在這裡面 嚇得他們是趕緊逃出來報警 卡多里樂園是台中著名的樂園之一 位在大坑山區 1983年開源因為設施新穎而成為台中熱門的樂園 1994年無預警倒閉之後陸續傳出多起的鬼故事 還有靈異事件 再度成為網路的熱門話題 先前曾經有民眾闖入偷取鐵劍等物品 於是地主將設施等等的物品拆除 並且封鎖大門 聯想到11日的凌晨 有4名男子闖入探險 意外發現一名女子沉屍在舊的員工宿舍內 而且死亡已經多時 嚇得趕緊逃出報警 警方獲報到場之後 在現場找到了證件 確定是一名42歲的聯繫女子 現場排除她殺可能性 是疾病或是其他原因死亡 檢警將會相驗釐清